囤了一年的老泥还能玩火泥 今天收拾出一堆老泥来 满满的一桌子 好心疼啊 这都是money啊 话说这是最古老的囤货了 早到去年夏天啊 听多多买的星座泥 但是脆的没法玩 搁到现在了 那你们都是什么星座的呢 我是酷爱自由的射手 汽水起泡浇 手感还挺软的 下来堆个八卦阵 把泥在周边摆一圈 有点像小时候堆讨作玩 这盒颜值好偷呀 偷到可以看到手指 话说这泥放了快一年 竟然没有人画 也是挺精细的 精品店买的海洋泥 又是一份脆泥 有没有发现 每次在实体店入手的泥 都是光好看 价格又贵又不好玩 这个真的是最惨的了 竟然化成奶油汤了 我能告诉你 这是那个猫又加 花了老多钱 买的雪糕柠檬盒吗 艾米加的起泡浇 起泡量挺大的 就是也融化了 似乎确误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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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泥就尴尬了 硬的像石头 完全没法玩啊 还有几盒更尴尬的 竟然长毛了 我断扔了 也不知道是多少盒 就都在这儿了 这是第一批比较古老的泥 还有上百盒泥 有没玩过的 有测评过的 还有你们每天都在让我剁手的 各大主播家的泥 感觉我都快要变成一个泥饭子了 虽然是贝气的老泥 但是混合之后的颜值还挺好看的 每次翻转都能变换出不一样的面 有星空色 还有彩虹色 结局倒是挺珍惜的 那现在问题来了 这么沉的一图泥 你们说我要怎么解决它 多等评论之招 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是时光